一首快智人口的约定 让大家记住了周慧甜美温柔的声音 出道至今已经14年的她 如今带着全新专辑 《我看见的世界》回归夜谈 记者会上周慧演唱了新专辑的 同名主打歌《我看见的世界》 优美的嗓音证明美声歌后实力不减 可是没想到周慧却不小心唱错了词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永远听我 有你最像是天使的花蕾唱错了 不是紧张 我觉得因为太开心 有时候你真的不能分心也不能闪神 然后再加上因为她反复了三次 然后到最后一次我就是可能太放松了 所以瞬间我唱到下一段的歌词去 我就自己通笑 但是我开了我想这种小小的 美丽的错误应该大家能够两极分容 看来这个小小的失误 并没有影响到周慧的好心情 反而让大家见到了她真实可爱的一面 而作为乐坛实力唱将周慧坦言 对《我是歌手》等明星真人秀节目 不感兴趣 我觉得我唱歌 不是为了要来做任何的竞技跟比赛 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如果唱歌会让我变得很紧张 很担忧 然后好像每一个星期都要担心自己 是否能够呈现好 我觉得那压力就过大了 它就变得不是那么轻松自在的事情 为了要透过选秀节目来增加自己的身价或什么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